那食安處為了要維護民眾健康及權益 針對涉嫌有疑慮的批號 也責令該公司要辦理藥物所全部回收 那該批疑慮的氧氣瓶 總共銷售給18家的下游 其中包括台中有11家 彰化4家 南投3家 那他的對象包括有醫療器材商 藥局 診所 醫院及照護機構等 那其中已經收回了45支的一些藥品 那這樣子的工業混沖 大家知道我們的工業用的氧氣 它的濃度大概90到99不等 它的純度是相對比較差一點的 它裡面可能還有其他的一些 這個惰性的氣體 那醫療用的氧氣的話 大概平均都是99到99.5的濃度 所以它的濃度會不一樣 那當然這個工業用的用不能用到醫療用 這個是一個很明確的事實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